作者王德华承佩斯的小评里有一句经典台词, 朱石茂啊朱石茂,没想到你龙眉大眼也叛变革命了,台湾瓜鞋风, 当年说,永远做中国人的奥运奖牌得主纪正, 如今也变成了把你眼中的叛变革命的龙眉大眼, 纪正于1944年生于台湾新竹, 祖籍为福建近江,是世界著名短跑运动员, 台湾独派团体发起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, 纪正事发起人,从1964年到1970年, 纪正共44次创亚洲记录, 获得东方名阳,世界女飞人,短跑女王等名号, 国际体育新闻间,更把1970年称为纪正年, 由于她的身份具有象征性和言论的强烈反差, 这件事引起网民和媒体的广发关注, 我的皮肤是中国人的,眼睛是中国人的, 我全身无数不是中国人的,我要永远做中国人,为国争光。 48年前,这位东方领阳的肺腑之言, 让无数年皇子孙热泪盈眶, 曾经的永远的中国人摇身一变, 如今成了台独的领头人, 于是有人感叹,真是三十年和东,三十年和西, 48年了,足够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了。 还有人说, 新活的力正再次证明, 对台绕力不仅距离合同越来越远, 还把曾经确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变成了台独, 真的是这样的吗? 有一个日本名字叫眼里正男的李登辉尊高涵统一, 所以即,正这样的人物这样说没有奇怪的, 为什么? 首先,说明即正并没有改变, 他只是一棵墙头草, 是一个精致的B级主义者, 是一名气软怕硬, 建立忘义之徒, 他红的发子时, 台湾是讲见识掌权, 还在意中华民国的招牌代表中国, 鼓吹台独是要坐牢的, 更别想参加运动会了, 因此, 上风要反攻大陆, 他就拍胸脯是中国人, 如今, 台湾是死因的台独分子蔡英文掌权, 他当然要被其台独路线捧场, 这说明永远不要相信那些喊口号最响亮的人, 这些人最靠不住, 是看政治风向的变色龙而已, 考验来了立马转变, 其次, 季正以前的确说自己是中国人, 但他是指两江时代中华民国证券下的中国人, 不是指国际上承认了代表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 随着两岸力量的日益悬殊, 季正和许多政客一样, 发现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不可能,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成为大事, 于是搞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, 梦想协仰自重者, 偏据一帮图谋分裂中国, 最后, 如果既正不是墙头草, 那说明是台湾这个台独泥潭, 让他由人变成鬼, 那说明形势更加严重, 越南京京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曾称, 台独现在是岛内的主流民意, 而且岛内越来越独, 不可回头, 十年前百分之五十五的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, 十年之后, 2016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, 再过一代, 全党没有谁在承认自己是中国人, 现在能够遏制台独去世的唯一力量, 就是大陆, 台独还能猖狂多久, 关键取决于大陆的决心, 统一实施关装华民族清修大业的正义事业, 放弃幻想准备武统, 我们坚信, 五星红旗一定会在全台湾高高飘扬, 这是历史大事谁也无法阻挡, 只是曾经的东方林阳纪政, 本可以名垂青史, 却晚节不保一臭万年, 当武统台湾之时, 纪政跑得再快, 也逃不了历史和人民的惩罚。